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五角大楼官员提问 若中国拒绝美国军舰访问香港 美舰是否可以访问台湾 以显示对台湾的支持 斯科特建议美军可将停靠补给的港口换到台湾高雄 此言论引发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激烈反应 《环球时报》12月6日周五发表了一篇题为 美军舰访台湾 美参议员想吓唬谁的社评 警告称 美台军事交流若继续往前走 中国军队可能对台湾采取的多种惩罚措施 首先 中国军队可以使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常态化 解放军的军舰越过中线靠近台湾岛 然后 中共战机将飞越台湾岛 宣示对台湾的主权 以抵消美台勾结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社评进一步威胁说 解放军战机甚至还可以从直接从台北的总统府上空低空掠过打击台独的悄章企业 解放军的军舰还可以在必要时间进入台湾港口或者停靠在台湾的海岸线上实现和平登陆 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有滥用的趋势 有关的黑色产业链甚至悄然成型 据中国媒体新京报网近日报道 多个网络平台出现了不少人脸照片供付费购买 有发帖者称 8元人民币可买3万张人脸照片 有卖家还声称可以提供更多渠道的人脸图片 提供不同国籍 肤色 性别及年龄的图片 甚至为客户定制特定场景下的人脸图片 据报道 有卖家表示 其出售的照片大部分来自朋友圈 且没有取得对方的同意 一条以盈利为目的出售人脸数据的黑色产业链在中国已悄然成型 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普遍 是官方重要监控手段 官媒中央电视台曾报道 全国已有2000多万个拥有监控功能的摄影镜头 这些天网工程是由图像采集 传输 控制 显示和控制软件等设备组成 对固定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和记录 除了官方监控之外 人脸识别也进入了商业等各种领域 据新浪网报道 线上支付工具支付宝开始刷脸支付后 受到了许多使用者的欢迎 但今年8月 一个微信账号公布测试短片 工作人员使用3D列印制作的蜡像人头 骗过了支付宝人脸识别系统 成功买到了一张火车票 加得许多网友关闭了人脸辨识功能 根据世界银行12月5日周四 在华盛顿通过的一份五年计划 中国将每年从该行获得 10亿到15亿美元低息贷款直至2025年6月 该计划确认 今后给予中国的贷款 将由目前的年平均18亿美元逐步减少 世界银行称 贷款旨在推进中国的市场及税务改革 资助更有利环境的经济增长 改善公民获得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的途径 美国财政努欣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上表示 美国财政部驻世界银行代表已明确反对了该计划 并称 他希望世界银行让中国退出 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项目 但世界银行称其贷款将随着国家合作框架计划的实施 而逐渐减少符合2018年达成的130亿美元增资计划中的改革措施 在截止6月30日的2019财年 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3亿美元贷款 较2017年财年的24亿美元有所减少 新计划的贷款额将较此前5年的均值18亿美元逐渐减少 但努钦认为缩减贷款的速度不够快 他认为中国已经很富裕中共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 向其他更贫困的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贷款 世界银行的国际援助对中国来说根本是多余的 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巨头华为前员工李洪源去年离职后 被控敲诈勒索积压251天事件备受关注 华为高层近日接连回应事件将目标指向美国阴谋 环球时报也指批评华为排山倒海不正常 据报道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日前在社交平台 指责美国是李洪源事件的幕后推手 他称事件其实是来自美国竞争对手和媒体平台的黑公关 有人在背后雇用网络水晶造谣声势 损害华为的利益 余承东指黑公关规模庞大 称以李洪源一人无法动员如此大量的黑公关活动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批评华为之后转向 发表评论指事件超出了本应有的逻辑 胡锡进表示 就是论事的批评华为是正常的 但是形成针对华为海啸般的负面舆情 他不认为是正常的 据胡锡进写道 在华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他卷入了这起案件 随后所形成的舆论海啸扑向了华为 以其经验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 胡锡进认为 美国很明确地想要华为死 国内也有少数人顺着美方的思路在诅咒他 胡锡进称 对华为的正常批评没有问题 但要警惕不被人带了节奏 香港立法会在经过了接连两天的辩论 由25名民主派议员提出的 弹劾特首林郑月娥议案 并于12月5日晚投票表决后 新分组点票虽然在地区直选获16票赞成通过 但在功能界别分组被以反对22票否决 议案最终遭到了否决 据了解 按照弹劾香港行政长官的五部程序 首先应由立法会全体议员的四分之一联合提出动议 指控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独职行为 第二部需同时获立法会地区直选及功能界别分组的 在习议员过半数赞成 根据香港01的报道显示 立法会在经过了过去两天共长达20多小时 30多位立法会议员进行的辩论之后 立法会于5日晚间7点进入投票 最终该议案获得半地区直选议员赞成 但功能界别分组未获得半数 议案被否决 投票阶段只有63位议员出席 26名民主派议员全投赞成票 而反对票的36票全部来自建制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月6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针对今年10月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的限制措施 中方已于12月4日召会美国驻华使馆从即日起 对美方采取对等做法 华春莹称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 提供支持和便利 今年10月美国出台新规 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美国的州地方和市政官员碰面 以及在公私立教育和研究机构举行任何会议之前 都需要事先知会美国国务院 美国官员当时表示 此举是为了比照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受到的待遇 并希望最终能让中国政府给在华的美国外交官更多的外交自由 世界律师大会即将与中国举行 全球共有800名司法界及政府人士参与 但国内大部分律师都不获准许出席 大会主办地广州的律师协会 更要求当地的律师噤声 不准发表有关香港问题等不当言论 律师批评当局的做法无理 不少律师对此表达不满 有律师对会议发起备格行动 呼吁其他律师不要参加会议 世界律师大会将于12月9日下周一在广州举行 据中国司法部的网页显示 这个大会共有57个国家 大约800名司法界及政府官员等代表出席 其中400名是境外嘉宾 包括新加坡籍俄罗斯等司法界人士 中国维权律师近年被打压的情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媒体分析 中国官方是希望利用举行世界律师大会 挽回在国际上的中国司法形象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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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